正思维标准的解释 正思维是 以正思维发动这个观 就发动上面那个正观 就正见 就是正观察 就是以正观的原则 来什么样 来仔细观察 发动观察 发动此观 就是发动观察 什么呢 以什么 以正思维其实就是以正见 以上面第一个讲正见这样 来发动此观 发动这个观察 所以就叫做正原则 正观 你要没有你就错了 这个正观的原则就正见 你一定要听闻的 所以说闻思修 闻思修 你不闻怎么思怎么修 对不对 一直闻 再来就是说 天台中常常讲 就是听闻的当下就在修 就在思 就在修 也就是听经就是修行 这就是什么 用生命下去听 不是听语言 不是看外表 是听那个语言 每听每听的 就是跟自己理解的 作为的 行为上的 语言上 思想上的 开始对应 开始 简别 哎呀 人家法师这么讲 经上说 这样说 这样说 我怎么 我不懂 或者我懂得没做 做了又做错 我应该要改 我应该怎样 听了就说随文入贯 就要这样理解 理解 所以你正在听的时候 是怎么样 冷冷热热 那么 这个 一定是法喜充满 有错 我要改 对了 要继续挣扎 你就会这样 对 处处与法相应 那万一听不懂 因缘未到 或者还业障重 或者福报还不足 那我就先熏吧 熏完将来 业障消除 因缘到 我就懂 这样子听闻 这个 也是证件当中 具足思维 所以说思维 即是什么呢 所以说思维当中 是绝对一的证件 思维即是以 时刻保持 灵敏决心 来对上 来对上来 所说的 这个证件 这个内容 什么 进行什么 正确的思考 与什么 相应于自己身份的 行动决策 决策而已 决策这是一个原则 就是心中有了一个定案 一个方向 这样而已 还没有动作 有方向 还不一定有动作 我昨天跑到那个楼上去 顶楼 因为呢 我们的那个叫做 法森殿 这个是法森 法森殿呢 也是供养 法华金的地方 那么一直在想 楼梯要怎么弄上去 楼梯没决定 内部装潢都不决定 他们要量啊 要看啊 这就是什么 这只是这样 还没做啊 所以我看清楚了 我跟当家师昨天讨论了一下 大概要花一千五百万 光个内装 应该 讲起来应该要两千万 因为还有那灯什么都没算进去 还有那些装潢 还插这个什么了 硅藻土 漆啊 应该就是两千万 什么都是用钱啊 怎么办 没办法 那么这叫做决策 有那个决策 但还没做耶 我得怎么样 让当家师去卖血啊 他当当家 他得去卖血 弄钱啊 就比如这样 那个时候才开始行动 比如这个意思 那我有时候会怀疑说 需要怎么样 怎么样特别做吗 因为天台是以万德庄严 不坏世间相 作为什么 对三地圆融的一个 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不是以那种 法身无相 法身无相 究竟实相中 这个不染一层 不染一层也不坏一法 所以我们必须要表现出那种 直接庄严的 对法的恭敬 外向上对法的恭敬 才能表现为内在 你对法的敬重 你必须好身 好心 好钱 好一切 你能好的 然后去庄严那个法 就好像我拜颤的时候 为什么我还去洗澡 洗澡 洗澡跟拜颤的关系吗 就是拿洗澡来表现什么 洗身等于洗心 洗身即是想着洗心 拜颤是洗心 那么洗澡是洗身 身心清净 相呼应的 色心不二啊 是这个意思 所以想一想 嗯 这个是决策 这就是行动决策 相应于什么 相应于自己的身份 我做这道场负责人 我不说 怎么发动啊 我要说 我得说出个理由来啊 这就是决策 行动决策 他只是决策 还没真正动 动的时候 在正与正业才动 正思的时候 就是一个正确决策 所以一个出家人也好 再加上便提了 出家人 哪怕你住持道场 哪怕你要在这里摆一个什么 那里摆一个什么 他都有多多少少佛法的理由 他才能做的 不然你要做什么 至于这个理由 别人相不相信 别人接不接受 别人态度如何 你可以努力说明 但你真的没办法勉强 因为每个人修行的相貌不同 相度不同 所看的也不同 他在意的事情也不同 那这个是什么一办法 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 你也不用勉强他 来赞美 一定要他来赞美你 支持你 不过当然对于一个出家人来讲的话 你看待别人在做什么 最好你保留一个随喜的心态 因为真的我们不晓得 他是什么程度 他在做什么 我们有时候不知道 那这就是所谓决策 所以说什么叫做正思维 它是一种 首先一个前提是 保持灵敏的决心 一个灵敏的 的觉悟之性 那这个决心拿来干什么用 拿来对于上面的证件呢 进行所谓的正确思考 要这样做 你要不决 你不警觉 你前面那个证件不起作用 没原则摆在那 不动用 不动用 事情就随性格去做 随夜袭去做 这就叫做不正思 不正思下面正语跟正业 你就做不来一面 所以你看这就有关系的 所以你首先要保持灵敏警觉 也就是说我为什么这样做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 花那个钱是为了什么 你不要管我怎么样 为什么要花那个钱 你看是花 我看是庄严 你觉得买花怎么样 有需要吗 花不是会泄掉吗 不是会无偿吗 好了 既然都是无偿的 那我就不要摆花好了 不要摆花 你在荧幕上所看到 就不会产生庄严感 对不对 没庄严感 你对听法 就没有那么样子的 强大的射受力 我说对某些人来讲 对不对 那么哪怕是对一个人 有射受力 我百花都有价值 这就是我的决策 也不是为众生 是啊 不是在庄严我 不是 一样 这个都是要灵敏决心 都要问为什么 都要问为什么 但那道要与正与正业的 他怎么 怎么做 那才来的 所以说 依于这个政见的内容 刚刚第一个政见的内容 你来进行正确的思维 并且有相应你自己身份的 行动决策 你是人家老师 要讲老师的话 你是人家学生 要讲学生的话 你是一个长老 你就得做长老该想的事 要想长老该想的事 长老该想的事 无非就是佛教怎么兴盛 怎么传承 弟子们怎么教 出家人怎么样传承给他 大概该想的是这样 年轻出家人该想的是什么 怎么样亲近长老 助持佛 帮忙人家助持佛法 而不是自己要想闯一遍天 不要那么早想那个事 这是这个想法 大众公主也是 就是相应自己身份的 这本身就是正思维 有的人佛法讲得很好 但那不是那个 他身份该讲的话 也就不恰当 有些在家人 读了一些出家法 他拿了出家法 来批评出家人 是不是头头是道 不过不相应你的身份 对不对 所以正思维一定有一个 相应自己身份 才产生一个决定意出来 所以这是通于生俗 读家人是这样 在家人也这样 所以你不要简单看这个正思维 那么借此 借此最终就是 避免愤怒杀生等十恶业 或者是世俗的谬见 世俗人的谬见 这前面讲那个 证见 哪怕是道德都可能是 哪怕是佛法的意义 你在家都不能拿来批评出家人 干你什么事 这是第一 第二 你怎么知道他是怎么样 你怎么知道 我前天不是讲 上两个讲次吧 不讲吗 有一些人没学佛 然后他就会乱批评 出家人只是讲而已 他有没有修 问题是 你只看到他在讲 讲不是修 这是第一 第二 什么叫做修 你看过 他出家 他穿身服 他没有过世俗的生活 这不叫修 不然你来做看看 这真是笑话 是不是这样子 他可以随时还俗的 你知道吗 世间男男女女 随时都存在在那里 他每过一天 他都要面对一天的 自我在抉择 讲南提年 甚至于有些人是 面对挑战 跟引诱 他都坚持 你没有 你在家里抱老公 抱老婆 你可以说 他没修行 只是在讲 这就是颠倒 这就不合乎身份 也搞不定自己是谁 就这样 那最惨的是什么 他把这个话 就跟一个在家居士 已经归一多年的居士讲了 他这个居士居然还可以不懂 他可以拿来问我 你看看 这业障重不重 所以我就说 这个 正见不具足 你怎么度 他都头脑纷纷沉沉 他都弄不来了 已经要弄清楚 所以正思维很重要 那么这种谬见 重点就是借此避免 愤怒杀 杀到淫望等等 生三口四亿三 杀到淫 望有四种 望与二口其余两舌 然后呢 这个意念有贪生吃 就叫做十恶业 或者世俗的谬见 我前面讲过了 哪怕是看起来是道德的 这些也可能是谬见 凌驾佛法了 这都可能是谬见 这些从心中涌起 那这样涌起 你就不正思维了 因为思维是心中的事 你没有犯戒 但是他已经不正思维了 他不叫犯戒 还在心中想 还不叫犯戒 你不用担心 但他不正思维 你已经在那里冒泡 对抗 对抗 这种不正思维 还包括了 我说过 一定要符合自己的身心行为 有的人归了一之后 把失误当什么 当他的朋友 当他聊天对象 当他的人肉 百科全书 你懂意思吗 他那是迷事 他写信来 师父啊 这部经你看过吗 这部经 你看一下这个 你看一下这篇文章 看他写了有没有道理 你看一下这个视频 他里头讲的 那个是代表什么 哇 哇 师父包打听 包回答 这些你网络不能查吗 你百科全书不能查吗 这书变成你的 人肉百科全书 那么要不就是 他谈一谈他的心情 谈谈他跟他老婆 怎么认识 谈谈什么 我是你聊天对象 这就是搞不清楚 自己的身份 那他就做成什么 做成这个就是 谬见 这不一定是恶 但是谬见 谬见 有的在家人的老爱 去师父那里 泡茶 聊天 或者师父带我们去哪里 去玩 去干什么 禁约师父做这个事 叫他来参加佛妻 不来 跑光光 是这样 这上次谬见 他不一定叫做恶业 但是谬 错误了嘛 那不符合你一个佛弟子 跟身俗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些念头 要从心中涌出 不让你做 你还不高兴 说你这样错了 你更是不高兴 说事物不慈悲 那这就糟糕了 这就不正思维 那么你如果能正思维 不起这个十二页 或世俗谬见 那你同时还要正面的意念 出世间正法 你还要具足 柔软慈悲 清静无慧等 意念佛性等等的心 这才叫正思维 就恶的你不能起 错的念头你不要生 那反过来 你还正面的念 出世法 具足柔软心 柔软的难 柔软就去我之 才能柔软 有事没事 你对不对 没关系 你怎么说 我对不对 错了我改 你要是我没错 我也不跟你生气 这叫柔软 他慈悲 看一切人不分 不分怎么样 他受苦 你心中就失 有以就之 别人得利益 你就随喜 我都善了正面的利益 好的利益 有道德的利益 那你要可以随喜 你一切 该得者得 不该得者不起多贪 那就是清静 于别人的触脑 你能够反攻自行 能够自禅己 得不足以服人 所以你不会称慧 称慧 我出家凭你酒 你这样跟我讲话 你是凭什么 深圳出家酒 不是拿这个来压人 出家酒是这样 谢谢谢谢 你对 阿弥陀佛 你这才叫出家酒 出家酒就是功力更深厚 忍耐跟超越的能力更深厚 这才叫出家酒 当然不容易 不过就叫无认 无惠是这样 最后意念佛性 再怎么饿的人 你都要哀惊勿喜 你都要知道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连一只狗都有佛性 连一只猫 连一只蚂蚁都有佛性 何况是一个人 不要讨厌他 他讲那个话 当下错 那是现在的因缘 一定有因缘 他做不了人 哪怕去做鬼 也是人去做的 哪怕做地狱众生 也是人去吓的 那既然人都是 让你感觉有佛性的 那哪一个到众生 没有佛性 你常常意念这个心 以上的调柔 意念正法 清净无惠等等 那就人去除 这叫做正思维 这叫正思维 这在心中起正念 这很重要啊 我重新再讲了 会比较放心一点 我们先讲到这里 没关系